很容易去滑出來 就是過短 從頭到尾你就是過短 歡迎各位再次收看 無福氣車的變形金剛分享時間 這是我們1823期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這一款是傳承系列的賽星球形態的千斤頂Wheeljack 我在結帳的時候發現 為什麼這麼貴 後來我還注意到說 原來這叫我是Volge Class 以前的話呢 我記得我印象中吧 應該是我應該是從來沒有做過V級的這個千斤頂 所以這一次的話呢 有一點點小小意外 這傢伙呢 居然升級變成了Wheeljack 然後從扣子裡拿出來之後 果然啊 就是一個加了配件的Deluxe Class 就把先前官方那個V級加配件 就升級成L級的套路呢 原封不動的搬到這個身上了啊 它這個賽星球的形態 不過它的千斤頂的特徵還是非常的明顯 這個頭雕 完全不會讓你錯認為其他人 熟悉的肩砲 還有這個肩砲的造型的話呢 是有一點像工具箱的這個部分 肩砲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握在手上啊 不過呢 我覺得還是給它肩砲 而且它肩膀上的兩側已經特別開了一個洞 在這裡 那我們就不要辜負了這個洞啊 好吧 那它最巨大的背上的這個配件 從盒子裡拿出來的時候呢 它這兩片部件是要拆下來轉向的啊 總而言之的話呢 並不是一開始就這個形象 站立呢 沒什麼問題 腳底板非常的大 人物也是一個比較接近於武短的身材 身體的話呢 方到一個不能再方了啦 它的造型來講 最明顯的就是腳 大量大量的部件全部折在這裡 在變形的時候呢 你就能感覺到 這個人物的車包人 所有的幾乎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車子的一個造型呢 通通的疊在它的兩腿上面 它的胸口 透明部件 非常的漂亮啊 會變到車底去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一個細節 頭部 眼睛的話呢 是深藍色 還是挺漂亮的啊 那它的關節的 啊不 它的 有一些卡扣我都覺得太淺 包括它的後面 這兩個小翅膀 它是這裡 各有兩個凹槽 這個的話呢 是這個翅膀去推出一個合適它插入的角度 這個調整的好的話呢 它能夠扣的比較進去一點 如果沒有弄得很好的話 它是很容易就崩開的 而這個背包的話呢 非常的巨大 它呢 即便呢 沒有這個部分 把這個地方給拿掉 它還是很大 這個絕對是它不能規避的一個大缺點 幾乎就是把一張床給別在後面 它後面這個小配件 在車形態下的話 要安裝在類似於是這個前方擋風玻璃的位置 在這個時候呢 它還有一個地方 說明書說的 可以把它扣在這個地方 會形成另外一個造型 非常可惜的是呢 它的這個部分 是沒有辦法直接去握在手上了 比較可惜啊 不然的話 還可以做其他的用途搭載 那平常沒事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扣在後面了啊 那手臂360度的轉動 基本上是會被後面稍微限制一下 硬轉的話呢 當然還是可以啦啊 二頭肌也是可以轉動的 這個地方卡槽一樣過於的淺 甚至它只是放著 它連插進去都沒有啊 短程這樣啊 連插進去的感覺都沒有啊 全都可以轉 不愧是Vogic Class啊 腰身變形的時候呢 會需要轉動到180度 還有這個地方 你看這個 就是很容易去滑出來啊 就是過短 從頭到尾你就是過短 然後呢 腳前後踢 側踢 那這裡注意一下 它這裡有一處的一個機關在這裡 不是關機關 就是一個 它這裡要鬆開 卡進去 人形的時候卡進去 變形的時候呢 記得要把它給鬆開 腳底板也是很大 腳底板我應該是要翻成這樣吧 對 這個應該還是前面啊 剛剛沒注意到啊 可能剛剛已經 彈幕已經有人發了啊 胡膚奇色日常漏變啊 也騙到幾個彈幕嘛 也為什麼不行吧啊 剛剛已經發的朋友們 謝謝囉 好啦 那它的一個身材比例的話呢 就是一個比較短小啦 所以說帥不帥 我是覺得吧 憨憨厚厚厚的 但是呢 你看嘛 就是很多的零件硬是疊上去的感覺啦 其實我個人並沒有說很喜歡 甚至於說它身上的一些關節 過於的偏鬆 還有很多的 你看這些卡扣啊 都是 都是偏 你看這個 扣進去 它真的都是偏短 插得不夠深 這個我相信是讓很多的這個同好呢 你實際上 你遇到短 插得不夠深的時候 你一定不喜歡的 那麼在我們非常嚴謹的 嚴肅的 把它的機器人講解完之後呢 我們就進入 依然很嚴肅的來玩它的一個 變形過程 首先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 頭給這裡翹開 頭部翻轉 180度 然後呢 整個的部件往下面推下來 到這裡就可以啦 把自己的這個頭呢 給埋進自己的胸部裡頭一樣的感覺 到這邊就行了 然後這兩片小翅膀的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把它往下面推下去 推下去 靠到這個地方為止 那怕忘記的話呢 我們先把腰部 應該是先旋轉腰部啦 這個部件再下來 好 這樣才不會干涉 再來我們變形它的手部 手部的話呢 我們把它等一下轉到上面來 這個背後這個部件給打開 打開之後呢 把拳頭給收進去 然後呢 轉到這個方向 因為它能轉的話呢 也只有一個方向 這邊 轉成這樣 一定 你只能順一個方向轉 所以你一定會轉成這樣 這個就不用擔心 一定是這樣子 穿過去 拳頭 轉到一個可以收進去的角度 好 這樣子下來 然後呢 兩側這裡是上下咬合的 把它給咬住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部件給往這邊打開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要做個動作 這片部件它斜一個特殊角度 然後呢 這個部件的話 也是往上面搬上去 搬上去之後呢 其實它這裡是 看到沒有 它是兩個 兩側各有小凹槽 組成一個大的凹槽 然後呢 這個凸就是扣進這個凹槽裡面 然後這個 兩個凸 再跟它去做一個搖合 大概的樣子呢 就是像這樣子 這邊 好 這樣子扣進去 OK 那等一下變形功 裝它可能還會再閃掉 無所謂 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行它的一個腿部的部分 這一個可以先 這個 先在這裡準備 腿的部分是這個樣子 你看得到的都先把它給打開 我們先用這個角度來看 翻出去 這裡 翻出去 看得到的 通通都把它翻出去 然後呢 把這個腳底板翻轉180度 然後給塞進來 好 看得到的呢 你都先把它打開 看得到的 你都把它給打開 這個好像在變什麼 魔方啊 還是什麼的一個玩具的感覺 你看得到的 通通都把它給打開 好 先到差不多到這邊 來 看側邊 看了你就知道了 這個地方推上來到這裡 看到沒有 這個地方一樣 對了 這裡剛剛提到的 這個地方要把它給鬆開 好 這裡吹過來 到這邊 你看 這個形狀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我們就這樣子 待會把它給塞進去 那我們先把另外一邊呢 也給變形到一樣的東西 這樣子的話呢 要進行一個組合會比較簡單 都先把看得到的都打開 腳底板翻轉180度 推進去 然後怎麼樣 到這邊 看得到的 通通都把它給推開 看得到的 通通都把它給推開 這裡塞進來 還有後面這個地方 推過來這裡 推過來 好 到這邊 你看 它是不是車子的左側 右側 還有後面 全部集中在人物的兩條腿上面 對吧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進行 這些東西的密合囉 這裡 看到嗎 這個地方 來 我們可以先把後面這裡扣上 乾脆把這個扣上好了 它的這個透明的胸口 跟這個腳底板有兩個凸 然後把它給扣上去 這裡的話呢 你也可以先扣起來 好 但實際上我們應該是先扣前面啦 前面這個地方我們就開始怎麼樣 就是沿著這個 你看到沒有 就是沿著這個縫隙把它給卡進去就行了 這邊 這邊 沿著縫隙把它給卡下來 這裡也是一樣的 卡進去 卡進去 那這裡要稍微用一點塑膠鏈性 因為我們剛剛另外一側已經扣進去啦 好 整個一個過程來講的話呢 其實並不複雜 並不複雜 好 然後這個地方 你如果要把它扣進去就先打開 好 最後這個密合就是 各位看也就知道 其實就不是不難 但是你這個 就是 就是 就是這樣 好 OK 都給扣好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記得再次把它給扣回去 最後就沿絲合縫的把它給捏一捏 變形式是不難對不對 我們就是把腿部整個都拆開 然後你就看到這個形狀 先把車頭變好之後 你幾乎就知道後面怎麼變法了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載具的形態 那麼呢 剛剛附在它的背包的這個部分 就把它給扣在這裡 還有武器 扣在上方這邊 然後呢 剛剛它的一個大背包 這個部分 稍微折一下 到這邊 你可以看到這裡 有2GNOW的結合在這邊 把它給卡進去 另外一側也是這樣卡進去 好的 那麼這個 就是我們這一次 傳世系列 Voyager Class的 賽博坦與星球原生體的 Wheeljack的一個變形過程 在G1動畫的第一集裡頭 才能夠見到的極少露出的一個 露出 出現的一個形態 可以看到呢 它的載具的話呢 裡面是空的 它的最大的玩點就是在於說 它可以在裡頭承載一些其他的夥伴 那我們就先來示範一下這個 這個你要把後門給打開的話呢 很不幸的 你一定得把上面這個地方給稍微打開一下 這個地方才能翻一下 因為它這裡有一個凸跟奧的結合 這是不得已的 再把它給壓回去 好的 它裡頭的空間呢 具體有多大呢 其實沒有你想的那麼大 因為它的這個門口很窄啊 門口很窄啊 這個是一個一個就是特殊推進的一個大煌風的 這個是剛好是極限的 剛好就卡到了放進去 但是我不得不說這樣放進去其實還是挺有感覺的 簡單來說這個車子的一個厚度絕對不能厚 最合適的恐怕是這個 當然就是狂派的 而且是電影系的 其實跟它沒有關係啊 就這樣把它給放進去 而它的盒子後面的話呢 其實是有說可以放它的同... 一樣是賽星球形態的這個 應該是大煌風放進去 可是你可以看到 它應該是要把它稍微做一個分解 才能夠把它給放進去 所以說其實真正能放進去的玩具的話呢 可能會比你想的還要再少一點 一定是這種最小等級的車子 或者只能有New Edge的一個第三方NA的車子 你把它放進去可能還行 那我們的話呢 就把這個地方給打開 輕輕的放回去啊 再把它給扣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車形態啊 它的這個藍色的部分的話呢 輕鬆的可以取下來 我覺得這個部件還不錯啦 在人形下其實是它最糟糕的一個展示方式啊 就是硬飛在後面 這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透明的部件看得更加的明顯 還有這裡 很有這種老玩具的感覺的這種塗裝感覺 那側邊也可以看到了啊 它的淺綠色的透明的一個車窗 那這個應該是一個漂浮式的一個造型啊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給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部件的話呢 其實它還有一個玩法 但是我個人強烈建議你不要經常這樣玩啦 它就是這個地方其實它是有一個 有一個小缺口 你是可以把它給 給 哎呦 哇靠 不要再一聲耶 瞬間有一個 白化的感覺 就是這個地方 你要小心的把它給 哎呦 不對它剛本來是這樣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它給換成 這邊 各轉一個方向 把它怎麼樣變成是一個直的 對不對 彎的變直的 這裡 扣下去啊 小心啊 因為它這個地方呢 你失利即便再怎麼正確啊 它還是會有一個魔號的一個感覺 哦 所以我個人這個這個真的是示範這一次 之後我不會的 之後我不會的這樣子玩了啊 它的話就是說有一個 類似就是一個 像它在賽星上面移動的那個什麼 一個光軌的一個感覺 好 你可以放到這樣 OK就是一個展示 下面沒有的扣啦 那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它這樣子 前方一點點 啊 這樣就有一個它往前跑過去的 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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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感覺 好吧 那 嗯 就是一個 呃 Voyage Class的玩具 其實它比 它的體型還是比一般的 這個 Deluxe等級要大很多啊 不過就是比較空就是了 說當是V級的話呢 就是有點接在D和V之間 然後加著飛鏈給你 好吧就是V級 那我自己感覺吧就是 以把玩的樂趣度來的 其實它並不是很上乘的手感 大家也看到就是 片片的一種 呃 真的叫做片片包裹 把把這個車子的 你看看車子的側邊 包包到後面 全部塞在人形的小腿 而且沒有什麼美感 真的是硬碟 真的是硬碟上去而已 我很 其實我還不太清楚 這雖然是官方的變形手法 我是覺得有點意外啦 因為這種 這種收納方式應該是第三方才會做啊 官方應該不會用這麼粗暴的一個 一個方式 但是它真的把它疊出來了 那 我只能說慶幸它的 外星的載具型的還不錯 但人形 我真的覺得不是很好看 那變形也是 比較一般 雖然說簡單但是真的是 嗯 不太像官方的手法 那唯有載具是我覺得OK的 那它後面還可以多收拿一個角色 就看你覺得這些分數夠不夠了啊 那今天的話呢 就給各位分享到這邊 非常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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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